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能和总会会长团及十二使徒共居一堂 是多么备受祝福 今天在场的每位圣旨持有人 不论是十二岁或一百一十二岁 都可以因耶稣基督而继承高级荣耀状态的生活 这件事想起来很奇妙 但我知道是真实的 你们可以掌控自己的世界 了解这一点之后 你们可以想想这个故事 有一位非常很有抱负又经历充变的男青年 他进入了一所很好的大学就读 那时候他是亚伦圣子的祭司 他的目标很高 他想当医生 他的野心也很大 他想变得很有钱 他想打橄榄球 于是他主动去找教练 最后总算加入了球队 现在他总算可以在大学的运动领域里 这个特殊的圈子里得到认可 也可以自夸了 而这就是他那时候脑子里的想法 但是他没有想到一件事 而这件事最后粉碎了他好高骛远的志向 那就是他没有从事储藏 他忽略了做好适当准备的重要 不理会需要出席每堂课及认真读书 也轻忽了大学的化学课 结果才短短不到90天 结果就迅速且毫不留情地发生了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他发现 凭着自己175公分77公斤的轻浪级体型 需要在球赛中的针球线上 与校队中一名巨无霸前锋对抗 那时他知道自己选错了运作运动项目 他平常没有勤奋读书的习惯 所以才买手术堆一会儿 眼睛和头脑就已经吃不消了 最大的致命伤是化学科目的期末考 我只要说这些就够了 他在写复选题的时候 他乱猜通 结果绝大部分的题目都猜错 而被死当 发奋努力以及传教试验 传教经验 使他开始对人生的目的 有了正确的认识 再加上勤奋不切的准备 终于使他 克服了那段短暂时期的 愚蠢行为所招来的结果 不过直到今天 我仍然对化学科心有余悸 所幸足以告诉我们 要如何避免类似行为 类似的愚蠢行为和伤痛 他说 听着你们这些我教会的人民啊 你们在远方的人们听着 并且你们在海中各岛上的人 一起听着 准备你们自己 为将要来临的事准备自己 因为主已经尽了 弥赛亚第二次来临的教育 为做好适当准备 和过正义生活 提供了良好的动力 天父知道他所应许的仇赏 会激励他的儿女乐于行义 而他所宣告的惩罚 也会使他们不愿意为恶 有关我们主第二次来临的启示 就是如此 这些启示 谈到了大地和诸天的征兆和启示 预告的范围很广 持续很久的纷乱时代 和即将发生的各种事件 而最重要的是 我们得到这些上先的应许 并且主将具有 对于他的圣徒们的权利 将统治于他们中间 由于我的祝诱 尽管有那落在 那将落在你们身上的灾难 教会仍能在所有 其他在高级世界以下的 生物之上保持着独立 并且 如果你们已预备好 你们就不惧怕 圣子只有人在这些应许的带领下 准备自己和家人来迎接主的来临 我们不必对第二次来临之前 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担忧 却要为 因为能够了解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而充满感激 让我们感激 我们能掌控自己的世界 能在主所交托我们的事情上 成为他的代理人 成功的秘诀很简单 就是保持忠信 清除生活中的障碍 从事厨藏 保持忠信 身为圣子持有人 我们要学会 带人温文有礼 说话亲切和善 我们是一群做祈祷 守安息日为圣 明白神的话语 的人 我们缴付十一奉献 尽时 慷慨的缴付尽时捐献 我们遵守圣约 并且奉献自己的生命 来建立神的国度 同时弟兄们 我们还要从事储藏 只有做了这些事 主将具有 对于他的圣徒们的权利 并且将统治于我们中间 清除生活中的障碍 身为属神的男子 我们要摒弃 累赘的事物 转而寻求能启发人的事物 因为那不能启发人的 就不是属于神的 任何交易往来 参与活动 目标追求 或计划作息 若不能把神放在首位 我们就必须舍弃 来清除生活中的障碍 我们如果有债务 我们就要清偿债务 弟兄们 我们还要从事储藏 这样的话 由于主的助幼 尽管有灾难 教会及其人民 人仍保持着独立 从事储藏 妻子在家庭准备 这件事情上很有办法 但是他们仍需要 丈夫来带领 子女需要父母亲 将这项正义的传统 灌束在他们心中 这样将来 他们会同样 帮助自己的子女 而他们自己的储藏 也不自匮乏 福音的一项 重要原则 就是为匮乏的日子 做准备 工作勤奋 节俭是人身至高的法则 记住保罗说的这番话 人若不倾 看顾自己的亲属 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 更是如此 坐在我们面前的是三位 主领大祭师 他们组成本教会的 总会会长团 第二副会长 总会第二副会长 富士德雅各会长说 每位父亲都是家里的 每位父母亲都是家里的管理员 他们应该在 储备家庭 在紧急状况时 所需要的一切事情 神会在我们通过考验时 帮助我们 孟生会长说 只要有一年的存粮 而且没有债务缠身 那么就会有更多人 能安然度过 经济上的狂风巨浪 今天我们发现 有许多人反其道而行 他们至少有一年的债务 而且没有食物可吃 主的先知 辛格拉戈登会长 告诉我们 储藏食物的最佳地点 就是在家里 自己的家里 我们可以从储存 很少量的食物开始 一开始 先存一星期的食物 逐渐扩展到储存一个月的食物 然后存三个月 我很担心很多人觉得储存长期 所需要的食物难以办到 因此就一点也不努力了 从小处开始 然后逐渐达到合理的目标 受灵启发的准备 是奠据于对主 耶稣基督的信心 服从及未雨绸缪的生活方式 叫我们不应该走极端 但应当开始准备 我们肯请 社子其友人 要有足够的储藏 好使你和你的家人 能应付生活中的意外变化 请务必确定 你们受多去 堪酷的对象 都拿到这份 称为准备好一切 必须失误的小册子 劝勉他们现在就开始做准备 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圣子领袖们 请取得妇女会的协助 来推动家庭准备及家政活动 教会的妇女们需要你们的支持 他们也会响应你们的领导 教会每个辅助组织 都可以在其成员间 培养信心以及节俭的习惯 鼓励教员们 要定期在家庭储藏中 加入一些 基本食物和安全饮用水 鼓励他们存一点钱 这种适度的做法 可以让他们很快就有 几个月的准备金 透过适当的努力 再加上增加适当的必需品 假以时日就能扩充 成较长期的家庭储藏 当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 就可以有信心 我们的坛内的面不减少 拼得油不短缺 我们会享有更多的智慧 保障 内心平安 和个人福祉 我们会做好准备 因为准备好 我们就不惧怕 最后我要向你们介绍 福卡拉诺 卢家及派翠西亚这个家庭 他们住在意大利 罗马附近的一个小镇 最近他们来信写道 在经历一切事情后 我们决定 存一些我们用得上的东西 是很重要的 有时候我们必须改变 某些饮食习惯 内心平安的感觉 已经想要忠心的 遵守主 透过现代先知 所赐予的诫命的渴望 这些都帮助我们感受到圣灵 不要害怕 并且把主第二次来临前的各种征兆 视为是一种祝福 而不是一件令人畏惧的事 我们为此而欢心 这一切都在激励我们 保持忠心 并持守到底 得以被拯救 并获得永生 佛卡拉诺弟兄 在信中最后写道 我的英文不好 请见谅 希望你能了解 我要告诉你的事 佛卡拉诺弟兄 我们了解的 因为经文上也这么记载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